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圣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什么时候Outplay Wizz 可以省下 冤枉钱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圣号TV呢 会一直更新 关于Wizz 玩页设计的使用小技巧 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圣号TV 这里呢 我会使用Wizz 来示范如何制作和设计玩页 为了避免混淆 关于它的链接呢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只要点击那个链接 就可以到Wizz的官方网站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 如果成为Wizz的 付费会员 会有什么好处 不同的类型 会有不同的好处 这个呢 就是outgrade成Wizz的 付费会员过后 得到的好处 而最值得升级的就是 unlimited 那你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来选择你要升级的类型 像是e-commerce 或者是VIP 或者是combo 我们最主要升级的呢 就有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 它很实用的apps 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有自己的domain name 第三个呢 就是移出它的广告 这样子呢 才会让我们的网页 看起来比较专业 而我们在把网页存档过后 Wizz呢 就会通知我们说 如果你现在升级成为 他们的付费会员的话呢 这样会享有 一个高达40%的discount 可是千万不要outgrade哦 如果你现在outgrade的话呢 你就亏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 第一 你的网页可能还并不完整 是的 你看刚刚创建好那个网页 里面的内容和图片 是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完全偏具好的 所以要等网页编排好后呢 再打算要不要去outgrade 第二个就是 Domain name 如果你的网页已经很完善了 也不要急着outgrade 在outgrade之前呢 你必须先选好你要的域名 或是网子 或是Domain name 那这个域名是什么呢 就以微博跟Facebook作为我的example so 微博的Domain name呢 就是 微博.com 并不是这全部都是它的Domain name Domain name呢 是最前面的这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Domain 或者是Domain 或者是Domain 或者是Dotnet Dotinfo 等等等等 Facebook的Domain name呢 就是 Facebook.com 其实outgrade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除了享有更好的网页功能之外 就是给予你的网站 一个很好的域名 Domain name 因为对于一个潜在客户来说呢 一个拥有自己的域名的网站 会比一个没有自己域名的网站 来的专业 第三 如果以上两个你都已经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么现在就是关键了 在你还没有outgrade之前 Waze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Email给你 关于如果你在什么什么时候 然后outgrade的话 你会得到50%的discount 这就比我们一开始收到的40%的discount 来的更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outgrade的话呢 就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烟万钱 而且第一年的outgrade 你的Domain name呢 是免费的 是一举数的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Waze网页设计和使用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给我一个like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对Waze网页设计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心得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三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